你自己是最好的老师了 那你把你自己做知识 说师父吧 对不对 所以清静的善知识 以菩提道次第广论 你要用戒律 经论跟他的修持 这三个角度来决定 刚开始你可以观察 没有这样子 举个例子嘛 再回来 各位比较熟的 你找老公跟老婆 你总是要看久一点嘛 对不对 观察久一点 这个人你能不能相信 你要把终生的幸福 托付给他 对不对 你不会找到一个帅哥 哎呀 我跟你有缘 然后明天就结婚吧 太冲动了 对不对 所以 你总是要心定下来 你可以跟这个善知识结缘 不过相互的互动 然后相互的观察 等到你真正确定 拜他做师父的时候 听好 那你就要看他的功德 而不要看他的过失 请看下面 金刚称就是这样 好 先看幻灯片 最底下 note 选定了上师 或老师以后 你就要看上师的功德 而不要看他的过失 这样你才会进步 为什么 因为它是你开启 你心中保障的一个 很重要的钥匙 你可以写在旁边 就是虔诚 就是虔诚 虔诚 跟相信 你对这个师父 很虔诚 很虔诚 他讲的话 你才能听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相信他 可以引导你 解决你的苦难 跟问题 你也愿意去努力 所以你干嘛看 师父 或老师的过失呢 举个例子 假如你跟一个书法老师 拜他做书法 你跟他学凯书 也跟他学行书 草书他比较差 你动不动 你就挑他的麻烦 那我问你 你会学到他的优点吗 他会觉得 你这个学生很难教 但还没学生呢 你就总是挑人家的缺点 你也不见得比我好到哪里啊 世间都如此 同样的 选择老师也是这样 好 请看 第一 金刚成 在东南亚全世界 现在南传 北传 藏传 都非常的兴盛 金刚成的教法 上师仁波切 也来的 新加坡非常多 你用听的 我讲清楚 我没有强迫你要修金刚成 不过我觉得 你应该知道 这些基本的知识 你才不会被欺骗 第一 他一定要有一个 永不间断的传承系统 你要问他 non-broken lineage 真正好的老师 一定会告诉你传承 我从释迦摩尼佛 金刚种植 一直传 传传传 传到我的上师 上师是谁 他一定有传承的体系 假如有人跟你说 我们的上师是秘密的 传承不告诉你 你不用知道 那绝对有问题 真的 你不要跟他学 传承没有一个 不让人家知道的 假如不让人家知道 那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 他一定要有真实的实修 与部分的证悟 比如他教你 他为你灌顶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灌顶的 他就需要做 有人波切的资格 经论的君格 仪轨的训练 闭关的训练 还有实修的训练 到他的老师 同意他去出国弘法的时候 他才能为你灌顶 那他教你的时候 他才有真实的经验 比如他帮你灌 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的灌顶 他对于这个仪轨 一定很清楚 他自己也要修 否则你叫人家修 你自己不修 那是不可能 作为别人的老师 所以金刚秤 比大秤的要求还高 我刚才说过 大秤只要有三个条件 一守戒律 二通达教法 第三个呢 有部分的修持经验 就可以当人家老师 所以当法师 其实要很努力 但金刚秤 他更难 第二个要有实修 第三 假如你碰到的这个善知识 仁波切或上师 能够通达很多的经论 甚至呢 不断是南传 北传 藏传的经论 他通达 甚至西藏佛教的 红白黄花 四个教派 他都通达 那更好 虽然你修的传承 可能是红教 或白教 嘎举派 比如说像尊贵的 大宝法王 他是 嘎玛嘎举白教的 可是他所有的经论 都通达 每一年 他都在菩提家园 为华人讲经 像去年 他就讲 龙树菩萨的 亲友书 讲得非常精彩 师父也听 我看DVD 所以 能够通达各种经论 他才不会放法 而且走错路 第四个 请做个记号 很难的是 教导弟子跟学生的方法 每一个人的善知识 方法不一样 你要跟他相应 举方说 有些善知识呢 就非常的sweet 一看到你 来呀 很好啊 永远鼓励你 你就说 哎呀 这个师父多好 好慈悲啊 好温柔啊 对不对 因为你觉得很舒服嘛 当然慈悲是很重要 可是永远都很温柔 不一定好耶 为什么呢 每一次呢 都很慈悲 很温柔 就把你冲昏头了 对不对 好的老师 在引导你 他为什么要对你很慈悲 很温柔呢 因为他希望鼓励你 因为他知道你生命很苦 做工很苦 有善根来学习佛法 接下来呢 他希望给你对佛法的信心 知道吗 可是啊 当你根定他以后 他就开始要磨练你 举个例子 雕木雕的佛像 我们哪一尊木雕佛像 要雕观世音菩萨 一定刚才先雕头 身体跟底座 一定是先雕粗的 然后慢慢再雕细的 好你看哦 拿一个刀子 这样磕 他木头要转嘛 对不对 有时候向右转 向左转 向右转 向右转 然后呢 假如呢 这个刀子啊 刀子就本身 老师 木头代表学生 假如师父要你 向右转 你故意要向左转 刀子会断到木头 也会割伤的 所以 好的老师或善知识 刚开始对你好 是希望你对佛法 有信心跟鼓励 可是真正呢 他要真正教导你啊 要像密勒日巴 他的老师 马尔巴一师一样 来磨练他的 可是一般人啊 经得起磨练 就会留下来 经不起磨练 也会跑 甚至有些佛教徒 是这样 刚开始亲近这个师父 很开心啊 我亲近这位仁波切 非常好 结果就很希望 被师父重视 就参加做理事 做干部 做了两三年以后 发现 这个仁波切 根本不理我 他就不高兴了 嫉妒心升起 他就离开了 离开以后 就开始讲 这位仁波切的坏话 这样不好 刚开始呢 你亲近某个法师 他教你 那因为呢 大家都一起修行 别人比你用功 你就生嫉妒心 然后就讲人家的坏话 最后就离开这个道场 就毁谤这位师父 这样也不好 你要想 你当时为什么要来拜他做师父 你想要学的是什么 自己要想清楚 了解吗 所以 好多老师一定会磨练你 所以有些老师呢 是非常非常的温柔 慈悲给你鼓励 还有一种老师呢 看到你就骂 你跑掉了呢 他还骂 还写Email 哇 那你就觉得这个法师啊 或是这个仁波切 是不是疯了呢 不 他就是 关心你 只是他用另外一种方法 各位有空 我没有时间 将来有机会再讲给你听 有空的话 你去看西藏伟大的 灭了日巴传 你看看 马尔巴大医师 怎么磨练他的 对不对 有英文本 也有中文本 你看看古来的高僧 怎么磨练人 禅宗也是要磨练弟子 你知道吗 要经得起磨练才有用 讲我一个小小例子鼓励你 我以前呢 跟我的师傅呢 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听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我白天上小学老师 然后晚上呢 我就去上听经 周末的时候 我还去当儿童佛学班的老师 还大专下英语一起学习 所以我每次去听经的时候 都非常用功 一下课就骑着摩托车去 对不对 我的师傅也对我很好 我们在三楼讲经 讲完以后他在八楼会课 他就会来 来 圣老师 圣老师请坐 今天听得怎么样 我就非常地认真 把我的笔记打开来 师傅我有问题 就一二三 有时候我师傅会给我回答 有时候他会告诉我 看另外一本书 有时候他会让我想一想 你回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那我就很高兴 对不对 后来我师傅喜欢写书法 我也喜欢写书法 我练过书法 然后他就叫我去 重庆南路帮他买笔 有一次他知道我写书法 他就送我一只毛笔 哎呀我那天热的头都昏了 对回到起摩托车 回家都睡不着觉 当然三四四鼓励你都会很高兴的 对不对 然后我就跟我师傅说 我想出家 然后他就问我 你妈妈放得下你吗 我说刚开始可能不能吧 可是慢慢应该可以 然后呢 我师傅给我很多的鼓励 然后最后 经过千辛万苦就出家了 出家的那一天呢 就很高兴啊 剃度啊非常庄严 对不对 大家来观礼 出家睡完觉 第二天就开始破口大骂了 我想奇怪 师傅不是真的人家喜欢我吗 就开始骂 对啊 做这个演骂 做那个演骂 我实在刚开始想不太清楚 你不要以为师傅很喜欢骂人 没有 好的甚至是不会乱乱骂人的 我就想想 是不是我哪里做错的呢 对不对 还有啊 是不是师傅在教我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真正好的徒弟啊 是呢 剃了头以后跑不掉 就开始磨了 所以对在家居士还要客气一点 对不对 做出家徒弟的时候呢 就要千锤百炼了 其实这是很好的 我的师傅也曾经说过 想说人家不愿意劝你 有两种情况 我以前不太能接受 他说有两种情况 一 就是你是圣人 没有过失 所以人家不会劝你 第二呢 你是没救了 所以人家不要讲你的 那时候我就想 难道没有第三种状况吗 后来我现在学佛这么多年了 然后到全世界跟大家学法源 也很多在家居士 跟我学习佛法 也有人想要跟我出家 可是我想一想 还是我师傅比较有智慧 为什么呢 你说现在师傅 你要去收徒弟 现在徒弟很难教的 以前对师傅都有那种 孝敬的心 对不对 会服侍师傅 做侍者 现在 假如人家跟我出家了 他第一个都问 一定是我煮饭给他吃的 徒弟 你今天有没有忧郁症 要不要来吃饭 你再不吃饭 他会送到中央医院 我还要付医药费的 那你说是我度他 还是他度我呢 所以古人有说笑话 有三个条款 希望不要生气 假如你看一个人不顺眼 这是中国高僧的语录里面写 你看一个人不顺眼 叫他做三个事情 很容易往生的 第一个呢 做佛学院的院长 佛学院长很辛苦 办教育都是百年数人 要找老师 还有 找老师 还有要愁道粮 是很辛苦的 办生教育是很辛苦的 第二种呢 你当住持 住持要同理很多大众 若没有功德力 也会被累死的 对不对 第三个你就是叫他收徒弟 收几个小泥姑 气得嘴嘟嘟就往生了 比丘尼法是不要生气 为什么呢 你看有A跟B的比丘尼 对不对 第一个A呢 他帮师傅进去打扫 做试着 第二个比丘尼 看 师傅他做得不好 我帮你做 就两个人出来 就嘴嘟嘟 师傅气得嘴嘟嘟 就往生了 所以 未来的众生是很难度的 当然我们佛 释迦摩尼佛的悲心 是在这个世界 住七众弟子的 其他的佛 是没有度女众出家的 当然女众里面 有非常好了不起的比丘尼 你也不要小看 比方说台湾的正眼法师 慈激功德会 就是比丘尼 菩萨摩赫萨 只是我刚才要说明的意思是说 师徒之间是要相互磨练的 也是要相互了解跟体谅 就像老公跟老婆之间 要相互体谅 信任跟包容 没有一样东西是圆满的 所以 你要选老师 你常常想 我要找到好老师 请问你要先问自己 是不是个好弟子 每一个人都想要找到 伟大的密勒日巴做老师 马尔巴做义师 密勒日巴他的师父 叫做马尔巴 每一个人都希望找到伟大的上师 做你的老师 请问你是个被磨练 密勒日巴的根性吗 密勒日巴 他的师父叫他呢 搬上去搬下来 搬上去搬下来 盖了八次的房子 盖了又拆 拆了又盖 那一般现在人是疯掉的 不要说什么 叫你念三千部普贤行愿品 就不太翻写了 是不是 还要跟师父 discount discount and more discount 所以 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 看下面一个 第五个 身口意三页 要奉献给老师 上师的佛形事业 注意听 这里不要有邪见 很多人误会金刚称说 身口意 尤其是女居士 我拜一个人拨倩 哎呦 我就身体供养你 谁要你啊 这是邪见 这里讲身口意 供养上师是 供养你的时间 精神 体力 智慧与才华 出家的一个比丘 干嘛要你供养他身体呢 那是邪见 很多人 尤其我知道新加坡 很多人对金刚称有误会 就是因为这样很多的原因 其实那是邪见 真正伟大的上师 对不对 他是很清静的 你想 观讯音菩萨化身 他怎么会要你去 他跟他做性行为呢 尊贵的 干嘛吧 对不对 是很清静的 我没有政治立场 西藏的达赖老妈 西藏正教法王 给鲁巴 他是严守比丘界的 他没有太太的 当然有些上师 是于一切事 那是因为他没有受比丘界 所以 深口意奉献给上师 是指奉献你的精神 智慧 能力 才华 一起投入他的佛形事业 就像我今天很感动的 看到 精明佛学会 有这么多新的干部 一起投入佛教的佛形事业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吧 对不对 他们几乎都没有拿薪水 他们在世间都有工作 上了班 要为护持弘扬佛法 办讲座 你看不疲不厌 这才叫深口意奉献给佛菩萨 对不对 对不对 老师说 我在世间 如果当老师的话 我的薪水也非常好 我在台北101旁边的 光复国小当老师 我的薪水是人家两三倍的 那为什么我要舍去呢 而来做法师呢 因为我愿意把我的深口意 奉献给一切的众生 我在学习普贤菩萨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语意也 无有体验 对不对 所以 佛教伟大的地方 他有他的功德跟精神 所以选择上师 你要谨慎 最后一个根本问题 你说师父 那我们怎么选择上师呢 请你念一百万遍 我刚才说过 善知识有很多的类型 你可能听过很多的演讲 很多的DVD 可是你要选择做一个 真正能够深口意 靠近善知识 你才可以学到他 待人处事 就像古来禅宗一样 要住在寺庙里 跟师父生活 从撒扫应对里面呢 磨练你的道心 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了 大家都是听进来 就很高兴 走了就回家了 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发愿 你只要发愿 你将来就会遇到好的善知识 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 你都会遇到真真踏踏实实 如理如法的善知识来教你 这样子才不会空过你的一生 否则你虽然在佛门里 做了很多的功德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呢 也很想修行 但是假如你找错了方向 遇到一些外道 或挟知挟见 或专门控制你 或是用神通 跟感应 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一生会生活在 黑暗跟恐怖当中 你却不看到呢 真正佛法真正的光明 这是我想说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现在看下一段经文 好不好 请翻开讲义 第38页 现在讲五二 观世音菩萨 现世里面 他也有很多的功德 先让我讲一两段经文 好不好 不然我怕有些人 会不高兴 觉得师父你怎么讲这么慢 第一卷呢 要讲三次 慢慢来 不要挤 后面呢 第二卷跟第三卷 跟第三 第二卷第三卷 我就会开火车 最后就会开飞机 就很快结束的 对 所以希望你耐心听 好不好 好 请看第三十八页 第二行 五二 现世因缘分五 几一 术源显现七宝 彼时观世音菩萨出现的时候 在释迦摩尼佛印度 奇数几孤独元 突然出现了七宝 所谓的七宝 是最后一个记号 藏传佛教的共八宫跟七宝 就是从这里来的 金轮宝 相宝 马宝 珠宝 女宝 主藏宝 跟主兵宝 简单的解释讲 金轮宝是金子做的轮 代表转法轮 相在印度是交通工具 以现代来说 你应该是开BMW的 对不对 这是古代的交通工具 马也是驼运东西用的 珠宝就是金银珠宝 历代的文武百官 王宫贵族 很多人都喜欢收集珠宝 因为爱美是人的天性 女宝在这里是指象征着用人 就像新加坡 你们会亲很多菲律宾的女佣 或马来西亚的女佣 女宝是指用人 仆人圆满 主藏宝就是呢 他有很多的宝藏 可以自己控制 这里的宝藏呢 包含着金钱 还包含着古物 或是指金条 主兵宝就是呢 他有他的军队 能够保护他的安全 以现代来讲 这是现代的警察 当然这是古代的文化 所以当这个七宝出现的时候呢 表示你呢 四处世间都是圆满的 那当观音菩萨 当然他无量节的功德 他走到哪里呢 三千大千 世界都是六地震动的 而且七宝都会出现 这个七宝来自于他界定会的功德 第一类 第二类来自于观世音菩萨 大悲心度众生的功德 所以你看到很多观音菩萨的照相 或是画像里面 观音菩萨身上都挂满了金银猪落 珍珠玛瑙金银猪落 对不对 为什么 观世音菩萨爱美啊 他本来就很庄严 而是他自己修的功德力显现 接下来 其地皆变为金色 金代表自己的真如本性的意思 这个时候观世音 观自在菩萨摩赫萨 出彼离开极乐世界的时候 大地六变争斗 这表示呢 所以为什么极数极孤独元 在印度的时候 佛陀讲经的这个极孤独元 会出现这些祥瑞之相 接下来再看几二 菩萨来此献瑞分二 更一问曰 二十保守菩萨摩赫萨 刚才是除盖障菩萨 现在换另外一个菩萨站起来说 保守菩萨摩赫萨 请问释迦摩尼佛 以何因缘出现失锐 到底是什么特殊的因缘果报 今天讲堂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宝 地板变金色的 还大地六变震动呢 更二答曰 佛说善男子是观自在菩萨摩赫萨 要到此苏佛世界来利益众生 广度众生转大法轮 所以他就献这个瑞相 接下来再看几三 持经联共世尊 这个时候 观音菩萨还没有到的时候 天上不是下 不是下我们现在的午后雷阵雨 新加坡最近因为全球暖化 气候都不太正常 台湾也是 有时候突然下很大的雨 下了雨像倒的水一样 那大家都赶快跑 不会 观音菩萨下的雨是非常的柔和的 非常的温暖的 是叫做玉世一妙花 这时候观世音菩萨没有空手而来 注意他拿着金色光明千叶宝的莲花 来顶礼佛陀 说佛世界的佛陀 释迦摩尼佛 而且他用花来供佛 见到佛以后他也要顶礼 这是佛门大家知道的三宝弟子的礼 接下来他拿这个莲花供养释迦摩尼佛说 世尊这朵金色莲花是无量寿佛 也就是阿弥陀佛特别交代我 以欢喜心要供养你老人家的礼物 这时候释迦摩尼佛就非常的欢喜 接受莲花 然后放在左边 请观世音菩萨请坐 这里有个问题来了 到佛门里不可以空手 请看下面张照片 金色莲花 很漂亮 这是我在台湾一个餐厅拍的 注意听 当我们去佛门的时候 或许你见善知识的时候 不可以空手 空手代表什么 你将来一切会落空 注意听 我不是要叫你包红包给我 专心听 你们常常会误会 对不对 师父最怕红关功的 对不对 当然你供养师父是你真诚 可是现在注意听 在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得出来 所有的大菩萨去见佛的时候 都不会空手 他一定会带东西 带东西代表什么 他供养的心 那一般里面都供养花 因为花代表因果同时 把花代表六度万恨 所以你看印度教或是南传佛教 每天早上都会拿花去供西法神 当然他们也供苏油灯 也就是说你总是要布施一些东西 以欢喜心来做广修供养 这是在普贤十大院里面 有香花灯果竹的供养 所以在大殿里面或你的佛堂 除以食物你都会买香花灯果竹供养 为什么 因为这是让你累积福的因缘 事实上做佛而言 注意听 本身释迦牟尼佛他功德圆满 他根本不需要花 他的功德很多 我问你 你拜观世音菩萨 你买个榴莲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今天请你吃榴莲 明天让我中马票 请问 观音菩萨真的在乎你榴莲吗 其实那是心意 在乎你一个成诚的恭敬的心 就抱完以后 其实榴莲是谁吃 还是你吃吗 你还是带回去了 对不对 或许你供养寺庙 或供养身重 所以去见善之士的时候 不可以空手 就代表你虔诚恭敬 但是呢 你也要有智慧 不是说要很多很多 才叫有功德 是在你的心 对不对 好 那你现在伐蛮的来讲 我曾经有一个联友跟我说 师父你这样太辛苦了 这么多人要供养你 都是穿沛笔八糕 那很好意 那你可以开穿沛笔八糕店 他说师父 刚才我帮你一个忙 做一个这个标签挂在那边 No gift Cash only 我说不可以 意思是说 你不要礼物 只要现金 我说不可以 人家前程供养我 就是小朋友 前程供养我一幅画 我也会接受 在他的心 好 那但是呢 假如有些人你会说 师父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就带一颗前程的心 去见善之士 举个例子 密勒日巴 又在讲他 密勒日巴去见他师父 其实密勒日巴很苦 他住在山上 他一天呢 吃一点点食物 他呢就是一块破布裹着自己 所以他身上都是绿色的 当他去见他的师父要拜 在西藏传统上 要带金银珠宝 黄金 食物 酥油 去供养上师 才能求法的 密勒日巴什么都没有 结果呢 这个马尔巴大医师 大医师啊 是他的太太 马尔巴大医师的太太 因为马尔巴大医师 是在家于解释 可是他是菩萨化身来的 就像维摩节居士一样 那他有一个太太 所以就是佛母 那很疼密勒日巴 他说呢 你的师父啊 明天呢要灌顶了 来来我告诉你 我偷偷把我的戒指拿给你 你拿个哈达去 去供养师父 那所有的徒弟都说 就走过来 走过来 大家供养师父啊 就念起请问 结果呢 他一供养的说 这小子 这不是我老婆的这个 这个 就是 那个戒指吗 还是红珊瑚 你竟然偷来的 打他一半 你出去出去 哇他就很难过很过 哎呀 我的师父可能不喜欢我吧 我都没有像其他的徒弟 带很多的金银珠宝去供养他 大概他不喜欢我 可是那个佛母 很暧昧的日巴 就跑出来说 徒儿徒儿 你不要怕 你的师父真正喜欢你的 我告诉你 他真正喜欢你 他只是在磨练你 你要利益众生 你要吃很多的苦 要修忍辱 所以他的佛母 对他很好 他就觉得心很好 那怎么办呢 那我这样子好了 我拿一个波给你 那你就讲清楚 是我借你的 这样就不会被师父打 因为你刚才没有讲 他以为你偷我的东西 很抱歉 做太太的 做上师的太太 我并没有讲清楚 那他觉得佛母 马尔巴的太太 对他非常的好 就像妈妈一样 很照顾他 他就拿一个空的波去了 拿到空波 大家供养 这个空波 在西藏来讲 是不好的缘起 空代表菩提道上 都落空 他怎么办呢 他的师父很高兴 而且他一拿来说 他就说 师父 我跟你讲 不是偷的 是 佛母借我的 你不可以打我 我供养你 他看着很关系 因为他看到 他供养的心 这时候 注意听 因为是空的 他师父 灵机一动 拿一个木头 就棒一声 就敲 当 当 当 然后在当的时候 他师父就唱歌 唱战兽 愿我的儿徒 将来弘扬佛法的音声 就像这个 庆的声音 中的声音 遍满三千大千世界 后来 马尔巴大医师 对不对 这样的祝福 他的弟子 米勒日巴 大家知道 米勒日巴 真的很了不起 连西藏人 没有一个人 不知道米勒日巴的故事 乃至到中国 虽然我们学大宋佛法 在西藏里面的高僧里面 我们最熟悉的是什么 米勒日巴传 所以米勒日巴的名声 可以遍满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他师父 给他很好的缘起 我这里讲是说 你就算没有东西 真诚的心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缘起当中 你最好能够 能够去见佛 或见善知识的时候 不要空手 就是 心比较重要 但是你听了 你也不要误会 不要太多根经 不要下次每一个人都拿播给我 师父你帮我敲一敲 我会敲你的头的 知道吗 一切法 讲缘起 所以 最后讲一个 鼓励大家的话 见别人 你请写下来 要想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写下来 今天我讲完 讲这个 为什么是第一次 因为第一次 你才会很 欢喜 你就好像看老朋友一样 第一次看老朋友 好久不见了 我第一次 你看老朋友 大家都头发白了 下一次 还会不会在一起喝茶 不一定的 无常一来的时候 随时都会走 所以第一次 你应该用欢喜心 去见上师 第一次以欢喜心 去见你的脸友 那为什么是最后一次呢 你要关无常 当然假如你发愿 你将来还会有机会见 可是生命无常 可是你的无常 也可能是别人的无常 所以因为是最后一次 所以你心中会存感恩 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人不太会感恩 对爸爸妈妈给他钱呢 就觉得应该的 最近几天 也有几个脸友来跟我讲 师父我很可怜 我都遇到一个 讨债的冤亲债主 我的儿子通通都来 跟我要钱 差一点我的老本 都被他捞光了 我教他很多武功命迹 对啊 现在的年轻人 你要关心他 但不要宠坏他 有些人是贪得无厌 所以对我们佛教徒 你要常常想 好的缘起是什么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所以依这个礼俗 在西藏见仁波切 走的时候不要顶礼 跟我们大臣不一样 你来见师父的时候 有时候拜三拜 走的时候顶礼 这是礼貌 可是在金刚乘 见师父的时候 上师要顶礼 走的时候只要问讯 因为你一顶礼 就代表我们说 永远say goodbye forever 这是文化教育不同 了解吗 所以要想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当然你发愿 将来他还会跟你有缘的 但是呢 因为是第一次 所以你很欢喜 因为是最后一次 所以你也很感恩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明天从三十八月 第十六行 几次度友情献神通 然后一直讲到三十九夜 请你先预习 现在是因缘讲完以后 我会讲 以观音法门来讲 所有的人与人之间 怎么相处 包含夫妻 朋友 师徒 连友应该怎么样 以慈悲心 真正的落实在你的互动当中 否则 故事听得很精彩 待会出门呢 被人家踩到脚的时候呢 老菩萨都会很生气的 年轻人呢 也会很不高兴的 不要这样 知道吗 我们学习佛法 好不容易 法喜充满一天 不要那么急 慢一点 多体谅别人一点 慈悲不是嘴巴讲的 慈悲要从你的身口溢去实践的 好 接下来我们请念 极乐世界发愿回向文 念请看开第八页 水月观音 明天再为大家介绍 师父准备了很多幻灯片 好 请看 请合掌 把心定下来 明天是礼拜天 还好 好 观想自己 跟所有一切的众生 都一起发愿 或许你的亲朋好友里面 有些生病的 有些得了忧郁症的 或是有些遇到很多障碍 你都可以观想 他就坐在你旁边 虽然他人没有来 但是他的心 也跟你一起发愿 蒙到 可以蒙受到 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廉耻海绘 佛菩萨的加持 好 一起发愿 慢慢念 慢慢念 不要念错 愿我灵欲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记得往生安乐畅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立了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慧贤清静 我时余圣灵花生 清度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受记忆 化生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片十方 普立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境恒无尽 我此谱贤淑甚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差 愿经理佛发愿 修持功德 回师有情 似恩总报 三有其之 法界众生 同缘总治 好 今天奖金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大家晚安 明天见